一大早我們看到其實像是高雄的蓮池潭 天空真的是灰灰陰陰的 因為封面就掛在台灣的東南部 所以包含像是高雄還有像是花蓮地區 就連新北市的金山 現在有時候也都會飄飄雨 食雨量比較多的部分是包含在新北的金山 還有三隻大概是3毫米 花蓮光復1.5毫米 有時候這個天空陰陰的 然後水氣封面的水氣一來 就會下大雨 甚至不排除會有雷雨的狀況 今天包含像是西南部還有山區 有機會出現局部比較大的雨勢 我們就來看封面過後 什麼時候雨會停 大家稍等一下 因為今天上半天的時候 封面其實還在東半部 因此包含像是整個東半部地區 全文台灣各地都會下雨的 那麼等到今天晚上開始 封面逐漸通過之後 你就會發現雨勢開始轉小了 而且慢慢慢慢有轉好的感覺 年開始一連六天 甚至到禮拜天 水氣減少 而且也是晴朗穩定的好天氣 你可以看到包含像是西半部的山區 還有東半部 雨勢都很局部都很零星 那麼以今天看起來封面過後後頭就會有東北季風難下 那麼其實影響並不會太大 禮拜三的時候東北季風減弱只剩下午後雷震雨而已 接下來禮拜四水氣又會更少了 基本上一天比一天天氣還要好 而且都可以看到陽光 所以明天陽光才會露臉囉 只不過今天早上起床你就會發現喔有涼冷喔 來看一下今天清晨的最低溫是落在哪裡呢 馬祖地區14度 新北市的石門17.9 基隆18.1 桃園茶改18.4度左右 昨天最高溫是在台南的家裡 大概是35.9度 那麼今天溫度稍涼 清晨低溫你看看都在20度以下 所以提醒大家要被外套了 我們從衛星雲圖來看看 昨天老天爺真的是太賞臉了 因為本來說母親節要下雨的 不過因為封面遲到的關係 昨天中午還有看到太陽喔 不過到了傍晚的時候 大概5點開始開始下雨了 晚上的時候9點呢 封面更是暴到雨清盆大雨狂下 甚至中央氣象局還發布了大雨特報 那麼今天封面逐漸的往南移 所以台灣的上空你可以發現 其實雲量偏多 而且高溫也明顯略降 今天北部高溫來到25度左右 中南部29度 東半部也大概是29度 只不過宜蘭跟花蓮 最高溫大概是25度 那麼今天還要提醒的 就是因為東北風的關係 晚上開始包含像是東半部啦 台南以北拉 恆春半島離島都要防8到9級的強震風 不過這個禮拜四東北季風減弱之後呢 其實沿海的風浪就會逐漸減弱了 我們來看空氣品質 這一波的東北季風也讓空頻很差 主要就是夾帶了境外污染物下來 包含像是北部竹苗 還有中部 雲嘉南 甚至連離島的 連江 金門 澎湖地區 都是橘色警戒 橘色警戒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對於敏感族群的呼吸道不健康 所以提醒各位觀眾朋友外出 記得戴口罩防護一下囉 好 北台灣的 未來一個禮拜的溫度又會是如何呢 今天涼涼冷冷的 我今天都已經穿長袖出門了 騎摩托車出門的時候就覺得 哇 一陣冷風襲來啊 一定要加雨衣 因為還下雨嘛 今天的最高溫24度而已 那麼清晨的低溫大概20度 什麼時候開始回溫呢 禮拜二 陽光就會出來 所以溫度一天比一天還要來的高 26度一路回升到29 28 甚至來到週休假期31度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也可以安排戶外活動囉 熬過今天 陽光就出來了 好 中台灣呢 好 中半 中部一帶呢 其實溫度也大概是27度 那麼禮拜二一直到週休假期 溫度回升來到30到31度的高溫 南台灣更是如此喔 只不過要注意溫差大 未來整個禮拜都是30到31度 但是清晨跟夜裡大概是25 26度左右 那麼東半部呢 好 這個宜蘭地區花蓮地區溫度 稍微低一點點今天高溫來到25度 但是台東一帶今天高溫可以來到29度 那麼到了禮拜三開始溫度逐漸回升 到了禮拜三一直到週休假期 都是27度左右 那麼提醒各位觀眾朋友喔 今天出門記得戴傘 還要被外套 因為早晚很涼冷 年開始大家就可以迎來燦爛的陽光 以上是這一節的天氣資訊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